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北韩官媒朝中社昨日宣布,将在23至25日间举行和市场关闭仪式,正式拆除封锡里和市场。 美国总统川普稍早也在推特感谢北韩,强调这是一项非常明智且亲切的表态。 川普在推特发文指出,北韩已宣布他们将赶在6月12日重大高峰会登场前于本月拆除和试验场。 感谢你们,非常明智且亲切的表态。 北韩过去的全部六次盒子时报都是在封锡里进行,去年9月进行最后一次也是历来威力最强大和市。 不过核市场将在近期关闭,预计在23至25日间拆除,过程包括炸核市场坑道后封闭入口,以及移除所有观察设施,研究大楼和安全哨所。 届时将邀请中国、南韩、美国、英国与俄国记者参观封闭后的核市场。